无色觉醒超越蓝绿白人民要过好日子 我们接下来继续来看到 这个民众党这一回在立法院党团 喊出了四项国会改革承诺之后 又再加码呼吁对于委员会单一招委制表态 但是呢蓝绿立委其实都不赞成 没有想到民进党立法院长候选游席坤 为了争取白银的支持 29号这一天他是以个人的身份表示赞同 结果呢现在就被认为说 游席坤是不是跟党内不同调呢 好副院长蔡奇昌则缓甲表示 游席坤指的是会主持朝野协商 两者其实没有不同 但是呢蔡奇昌也说了 以蔡立伟的身份来说 他自己也是不赞同的 好当然这个立法院的星期向 2月1号马上就要选出正副院长了 国民党的韩江沛跟民进党的尤昌沛 29号这一天都有到民众党团去拜会 希望能够争取到关键八席的支持 韩国瑜在这个闭门会议当中强调 绝对不会把民众党当空气 而是会把他们当作氧气 当然这回外界质疑的是 民众党是用闭门方式的会议来做进行 是不是私底下在交换利益呢 对此韩国瑜也帮白银说话 他说呢民众党的安排很贴心 来个大有貌代表公囊脚筑龙头宝座的韩国瑜 主动拉近双方距离 气氛显得相当热络 闭门会议先沟通国会改革 韩国瑜率先对同班同学提出善意 不认为只是利益交换 他形容这是既甜蜜又刺激的回忆 我们十位立法委员就是同班同学 若干年之后我们有一天会离开立法院 回想这一段既甜蜜又紧张又刺激 又帮老百姓满足了很多需要 又带动了国会的改革 真的是非常快乐的一件事情 我是抱持着这样子一个观念来 期盼会来再也持续朝合作方向进行 韩国瑜在双方闭门会议中强调 绝不会把民众党当作空气而是养切 会后也在脸书发文 愿意在有机会主持议事时 立即邀请朝野积极协商 一定照顾小党尊重少数 这个改革在野党未来能够大家联手 满足广大台湾人民的需求 这个安排既贴心又细腻 而且效果又卓著 蓝绿相继来接受面试 但两场氛围秀得到很不一样 六白之间反而很尴尬 对比一旁的蔡奇昌 更是从头到尾表情都严肃 民众党准立委黄珊珊 脸上怎么藏都藏不住 一度想打断立法院长游席坤发言 游席坤几乎推下民众党所提出的 国会四项改革和单一招委制 但是却又不代表民进党立场 甚至还被自家人终于扣加码炮轰 没出席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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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热差别就像洗衫温暖 蓝绿各释出自己最大善意 要争取列院龙头宝座 民众党似乎已有定见 就等1月31日公布最后答案 谢谢邵正 陈欣怡台美采访报道 好 刚刚你有看到 这个民进党的游昌佩 昨天也有到民众党团去拜会 两个人也庶民发声明 接受民众党所提出的 国会改革的要求 但是我们来看一下 联合报的新闻幕后 在今天特别有提到了 其实民进党对于这个国会龙头战 并没有强力运作的打算 尤其是在新国会当中 呈现三党不过半的状态 民进党呢 其实已经做好由国民党 拿下立法院长的心理 准备了重心将会放在 未来的议事运作上 好 当然呢 您可以看到这一回 引发外界的质疑是 为什么要举办所谓的闭门会议呢 这个是议员钟佩军就说 韩国瑜其实是克随主辩 他也透露他跟江启臣 谈到这件事情 江启臣有认为说 既然是要谈国会合作嘛 那么如果沙盘推演做太多 难免是真 韩国瑜跟江启臣 对于这一件事 这个形式并没有太多的意见 那反而可能国民党 党内其他的委员 以偷有为辞 但是去谈的主角 没有意见 那这代表什么 这就是诚意嘛 他在强调说 主角说克随主辩 没错 你要这样 OK我就这样 那我今天遇到张启臣 我还看他开玩笑说 你在里面访谈 有没有看到谁的胸前 小红点亮亮亮在闪灯 他说没有啦 我们没有想那么多 真心没准备 去谈就是去谈 那我说你不怕又中埋伏吗 讲白一点对不对 军越一次马半一次 两次状况都不好嘛 那他他讲到说 今天既然去 大家要谈的是国会合作 再也如果要把自己 视为同一艘船 那你在做太多的沙盘推演 好像反而有点失真 也没有那么多诚意 所以他一直在强调说 他跟韩国瑜 没什么准备就进去 那还好看起来 也没发生什么 太奇怪的事情了 那这是国民党的诚意跟态度 那反过来民进党 这边还没谈 就在私设行堂 但是也不是骂人家 私设行堂就不去 我看他没人很微妙 那到底公不公开 我刚到事前看新闻 他们还在说 本来是说要公开 但是已经参考国民党 早上是没公开 所以他们在想说 那是不是也不要公开 好了 已经给你后发的位置了 你还要怎么样 那谈之前 就有这么多眉眉嘎嘎 我觉得这个两边的心态 就已经有一点落差 好但是呢 在这一回立法院长的 这个选举当中 我们还要看一下 民众党的角色 民众党有提出了 四大国会改革的主张 而且柯文哲呢 还要蓝绿的候选 到党团闭门座谈沟通 立刻引发外界的批评了 这个是民进党团总召 柯建民有怒呛柯文哲 你要比试还要考试 根本就是在表演炒声量 对民众党把自己的八席 完成了八十席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 吴子佳则说 柯文哲到处在占蓝绿的便宜 赖清德杀心更重 之后一定会除之而后快 国会镇八席的民众党 果然发挥了关键力量 先抛出要蓝绿 回应国会改革 柯文哲更要候选人 来民众党团面试 那柯文哲认为说 至少在立法院的第一关 就是院长跟副院长选举 他就用这个东西来拿窍 他现在只是想放大 自己的声量 立法院是讲实力的 谁的席次 就代表多大的实力 八席如果蓝绿都不理他 在立法院他是跟零席 没有什么差别 民众党把八席 完成八十席甚至又加码 抛出单一招委制 比试加面试绑架蓝绿 这招政治算计越玩越大 一面高举公开通明大旗 一面又说要闭门会议 说是要走自己的路 却在监督政府和谋求资源 两派中摆荡 美丽岛电子报董事长吴子嘉 就直言赖清德早已叙事待发 要好好清算 现在玩得越过分 你就变成招致到赖清德的杀心更重 赖清德非要除之于后快 柯文哲就是一直冲冲冲冲冲冲 从来不知道去反省 吴子嘉更断言 柯文哲早就想好要投给国民党 毕竟比起当小绿被摸头 在在野立场监督政府才能在问证上有所发展 执政党合作你就很容易被招安 那你就会失去问证监督的能量 那这个 这恐怕不是民众党目前最好的策略吧 就是你应该是跟国民党来比 谁更有问证监督的能量 不然你2026你怎么选 民众党口口声声说超越蓝绿 另一面其实是寄生蓝绿 在两大党竞争中见缝插针 全模算计只为自党利益 借实用前章说函 台北报道 当然在新国会三党不过半 现在恐怕也会成为这个朝野攻防的主战场了 我们来听一下前立委郭正亮就认为 未来国民党一定会针对弊案猛打 除了高端合约还有NCC争议 蔡英文的论文 浅见国造等等 都将会成为立法院的焦点 当然郭正亮也直言了 民众党其实面对议题不能够闪躲 如果连这个问证监督的能力 都不能够彰显的话 那么还选举干嘛呢 我认为高端就责 要求看会议记录 这一定并不掉 然后还有NCC的委员 要求要提他们可以接受的人选 因为目前NCC 好像有四个人要改选 那既有三个肯定都是绿的 那四个搞不好就有三栏一白 对不对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 NCC的整个氛围会完全不一样 那这个也没有退路的啦 所以高端就责 NCC委员的同意权行事 然后再加上浅见国造 这个都跑不掉的啦 还有蔡英文的论文公开 论文还在就是 这怎么可能逃得掉这几个案子啊 对不对 所以因为到时候国民党一定是 使尽吃奶的力气啦 我跟你讲 因为第一年都是这样啦 第一年赖清德又还没有什么表现 所以一定是先去清算 这八年执政的状况嘛 那立刻就见真章了啦 就是这个会期 二月底就开议了 然后赖清德520之后 还有两个会期 这三个会期就见真章了啦 谁有本事谁没本事 一看就知道了 所以我觉得民众党不能闪 你是在野党 你提的不分区 如果连问证监督的能力 都不能彰显 那你还选举干什么 好 接下来还要来关心 在这个立法院的最新动态了 国民党立院党团 在30号这一天即将会改选总招 立委赖世保 以炮口一致对外宣布要退出总招的选举 好 当然现在台面上唯一参选的 只剩下立委复昆奇了 他昨天下午来到了国民党团拜会 先是感谢赖世保以大局为咒 好 随后他也痛批民进党执政八年 部会首长全都是绿营豢养的家禽家畜 更喊话民进党团总招科建民脉造 马上大戏就要登场了 国民党是一个团结的政党 我要再次的感谢赖世保委员 能够以大局为重 我们炮口一次对外 过去民进党所打造出来的 这些东场级的这些单位 我们要一个一个来审视 这个人事同意权 所以一定要修法 让所有立法院的人事同意权 必须在阳光下 通通来记名表决 以示对选民的负责 所以现在不只是藐视国会罪 包括听证以及调查 以及国会的作证证言 不得说谎等等 所有过去在委员会 所谓的反质群 这些很荒谬的情况 不再来发生 也让民进党 不再用圈养的家禽家畜 来担任这些所谓的首长 但是所有这些黑机关 亦或是挂着正式的招牌 但是作为打击政敌 以及掩盖执政党腐败的 这些机关 我们都会全面的策查 对人事的同意权 我们会严格的审视 再次的表达 战斧非凡是小事 我们真正的核报还没有发生 我要奉劝柯总招 过去每次跟我对战 很多甘拜下风 在舒适圈待久了 大概不了解 什么叫正常的国会 我们在明天正式 立法院党团正式陈俊以后 马上大戏就要上场了 我希望柯总招 不要走 虽然消毒会掉 我最近试了一个东西 真的很有用 所以要分享给大家 那就是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俊 吃了两三天 真的有明显的感觉 最主要就是 睡眠的品质变好咯 那你知道 睡得好呢 整个人工作就可以 更加的专注 当然情绪也就变得更好了 因为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俊 我才认识了 这个克菲尔益生俊 它是由多支菌种 益生俊所组合而成的 不但是能够维护 消化道机能的正常运作 而且呢 还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 非常的强大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把它叫做神仙的礼物 而你知道吗 有上千篇国际研究 证实克菲尔益生俊 不仅是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的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总的平衡 这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于帮助睡眠 维持好情绪 真的是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季节敏感 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们 选择太阳新 全校克菲尔益生俊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轻轻松松 没有负担 每日克菲尔 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 为健康下单 也记得输入推荐码 有额外的折扣哦